很平常的把妹手段吗 叶浩轩这才想到 唐冰瞪了他一眼 我觉得被人缠着也是一件好事 什么 叶浩轩诧异地说 因为只有在别的男人缠我的时候 你才会对我关心多一点 唐冰白了他一眼 我 我哪有 我随时都很关心你的 叶浩轩苦笑的 就在这个时候 飞机遇到了一些气流 有些颠簸 本来为你救难受的唐冰 现在是勉强替着精神和叶浩轩说话 现在飞机一颠簸 他只觉得为你一阵难受 他捂着嘴在一旁干呕了起来 可是他晚上根本没有吃东西 根本吐不出什么来 只是胃里的感觉让他十分的难受 我给你扎几针吧 叶浩轩连忙取出了几根豪针 在唐冰身上的几处穴位上刺了下去 然后微微地一拔一眼 一股真气顺着豪针流入了唐冰的体内 唐冰只感觉身上一松 胃部的不是马上就好了起来 他舒了一口气放松了下来 怎么样 好点了没有 叶浩轩关切地问道 好多了 我没事了 唐冰点点头道 那就吃点东西吧 叶浩轩把一份牛排推到了唐冰的跟前 唐冰晚上也没有吃什么东西 叶浩轩喂他针灸以后 他才感觉到自己有点饿 他点点头拿起餐具 小口小口地吃了起来 啊 真的有用哎 这位叶医生是吧 你能帮我也扎几针吗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惊喜的声音响了起来 紧接着红影一闪 穿着高跟红裙打扮得极其妖艳的白鳞霜走了过来 他坐到了叶浩轩的对面 这个 你也晕机 叶浩轩有些不确定地问 当然 不然我让你扎干嘛呀 你感觉我是喜欢受虐待的人 白鳞霜娇笑道 眼神里面挑逗丝毫不加掩饰 唐冰对这个女人没有什么好感 他瞥了叶浩轩一眼 端起餐盘走到了另外的一边桌子上 意思是人的艳遇来了 我不打扰了 叶浩轩苦笑 他知道唐冰看这个女人不顺眼 只是唐冰不懂得掩饰自己的喜悟 表现得有些过分 那虽然这个女人就是上面 派下来镀金的 但是毕竟以后的一段日子里 大家都在一起共事的 当然可以 我能为你把把脉吗 叶浩轩笑道 虽然他精通悬疑忘气 但是上一次少青营的事情 让他有些警醒 有些病得初期 他还是要通过把脉才能看出来的 这一次如果不是他替少青营把脉 根本不会得知他干部有一个小肿瘤 所以现在叶浩轩不管确不确定 得了对方的症状 他都要先把了脉再说 没问题 白林霜伸出了自己的右手 夸张地放到叶浩轩的胸口前道 你可以随便把 再往上多摸摸 我也不会介意的 他说着 向叶浩轩送取一个挑逗的眼神 叶浩轩有些反感了 他确定了眼前这个女人 其实就是公交车 不对 公交车要收钱 他不用收钱的 他就是属于一天都离不了男人的那种 叶浩轩对于这种女人有些反感 因为这种女人太饥渴了 你永远都数不清 他跟多少人睡过觉 而且看白林霜的丹凤眼 估计还是饥不择食的那种 他用一句经典的话说 这是病 得治 而且这个病还有个名字 叫做荷尔蒙分泌异常抗护 叶浩轩之前遇到过 唐蕊也算是一个 但是叶浩轩没说什么 如果你对一个刚刚见过一面的女人 说你有性饥渴 肯定会被他一巴掌抽过来 言归正传的 叶浩轩伸手在他的手腕上叹了一下 没有察觉到异常之处 那这个女人的意思就不言而喻了 这是在勾引他 已经是不加掩饰的勾引 你的问题好像不到 不需要扎针的 叶浩轩收回了手道 是吗 可是人家真的好难受吗 叶医生你就刺一下吗 用粗一点的那种针 白鳞双手按着胸口 一副作作的样子 真对不起 我看不出异常的地方 如果你真的有那方面的需要 你可以去找楚医生 他是在外面喝过羊沫水的 见识多 或许他更能让你满意 叶浩轩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 老子不约 你去找那位吧 他肯定会约的 可惜白鳞双不吃叶浩轩这一趟 他的脸上微微有些恼怒 自己已经明里暗里表达的这么清楚了 这小子难道不明白 他自信自己的脸蛋和深短 难道又会约差失败吗 叶医生 可人家就是相信中医吗 你来 要不我们到一边去深入地了解一下 白鳞双露出了一个迷人的笑意 他嗲着声音 向叶浩轩凑近了一点 叶浩轩不想跟他有过多的交集 他站起身来就要去找唐冰 可是只感觉大腿上一动 一只裹着灰色丝袜的脚 已经伸了过来 白鳞双那双透明的高跟水晶凉鞋 已经拖到了椅边 他的脚已经探到了叶浩轩的大腿上 面对这女人接二连三地挑逗 叶浩轩终于忍无可忍 知道不是他多证人君子 能坐怀不乱 而是他对这种跟出去卖得差不多的女人 本身就有着排斥 万一一会儿挑出火来了 在飞机上 唐冰才不会鸟他呢 叶浩轩哼的一声站了起来 他沉声道 白小姐请自重 白小姐请自重 这六个字虽然声音不大 但是瞬间把餐厅所有人的目光 都吸引了过来 白鳞双有些慌乱地穿上了高跟鞋 他的脸色一时间几乎变成了紫色 看他慌乱的模样 以及手忙脚乱地穿鞋子的模样 餐厅的大多数人都明白了怎么回事 这一次去南云的队伍里 除了核心的两个老家伙之外 其他的人都是助理的身份 本身年纪都不算很大 大家都是阅人无数的好不好 单是白鳞双的那身打扮 以及说话嗲声嗲气的样子 大家都不难猜出 这女人一定是个欲求不满的女人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 这女人竟然在飞机的餐厅上 公然向叶浩轩约炮 你当大家都是透明的呀 你当这飞机上只有叶浩轩一个帅哥吗 你当这飞机上只有叶浩轩一个男人吗 你这样让医疗小队其他的男人情何以堪呢 对吗 更重要的是 这个女人竟然约炮失败了 一些女性的助理就有些幸灾乐祸的想 活该 这女人真的是凶打无脑 你没有看到人家叶医生带着女朋友来的吗 跟人家的女朋友一比 你就石头母猪 也好公然当着别人的女朋友 向叶医生约炮 就算人家叶医生约 也只会跟我们这种小倾心约 你这种约人无数的女人 人家身为中医协会的会长的叶医生 也能看得上吗 这女人就是自讨没趣 白林霜的脸上一阵八字 因为她实在是不知道 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 主动跟一个男人约炮 竟然被拒绝了 而且还是当中拒绝 这比打她的脸还难受 感受到了众人异样的目光 白林霜更是无敌自容 她想从飞机上一头跳下去 当然 前提是要有降落伞的话 叶浩轩 你什么意思 白林霜立声叫道 我没什么意思 只是想提醒白小姐一下 请自重 再一次从叶浩轩的嘴里 说出请自重 这三个字 白林霜彻底的暴走 这感情是不给她一点台阶下啊 白林霜本身就是有点来头的 她能跟着医疗团队前来 杜金就能充分的说明了问题 在这个小队里 谁不给她几分面子 就算是汪学义 当初她来杜金的时候 汪学义是极力反对的 那又怎么样呢 她还不是要给自己面子 但你一个小医生 算什么东西啊 也敢公然让老娘难看 叶浩轩 老娘看得上你 是你的福分 你不要以为自己有点成就 就可以自明清高 我告诉你 你怎么爬上去的 老娘就有能力 让你怎么跌下来 你不信的话是谁 你知道老娘是谁吗 白林霜干脆破罐子 破摔了 反正在场的人都不是杀逼 都知道她约炮失败了 她还遮遮掩掩地干什么呢 干脆把身上的遮羞布扯了 让你们看个够 她倒要看看 谁敢议论什么 你谁啊 叶浩轩像是看二逼一样地扫了她一眼 我 我舅舅是玉文光 白林霜尖叫道 她话音一落 然后转身叫道 看什么看 都给老娘滚 信不信明天 我就让你们扒了这身皮 叶浩轩总算是明白了呀 难怪这个一事无成的女人 就能混在队伍里 感情是后台硬啊 她扫了白林霜一眼道 那又怎么样 难道就因为你舅舅是玉文光 一个卫生系统的二把手 我就要跟你滚床单讨好你 你他妈的这又是什么逻辑 你 你 姓业的 我现在就能让你走人滚蛋 你信不信 白林霜气急败坏地说 她舅舅是卫生系统的二把手 可以说是掌控着在场所有人的生杀大权 可是她没有想到叶浩轩竟然不吃她这一套 她是疯了吗 难道她不想做这个会长了吗 我不信 我这个会长的位子 是诸一八大流派联名支持的 就算你舅舅是卫生系统的二把手 我就不信她能一手遮天 把我会长的位置撸下来 叶浩轩淡淡地说 你不信的话就试试 我 我现在就跟我舅舅打电话 白林霜尖叫道 这位小姐 现在我们是在飞机上不能打电话的 就在这个时候 餐厅里的厨师长走了出来 滚开 你谁呀 老娘就要打电话 你管得着吗 你一个破厨师 信不信我分分钟让你失业 白林霜几乎要被启疯了 这厨师长的脸 马上有些不好看了 要知道啊 为了已是高层对这件事情的重视 所以这个医疗小的用的是 最高规格的高层专机 这专机甚至连一号手掌都做过 一号手掌都对这厨师长做的菜赞不绝口 所以这厨师长在这里备受欢迎 听这女人的话 厨师长的脸色灯石变了 她把头上的厨师帽一甩道 你一个凶大无脑的女人 你凭什么敢这么对我说话 这次不是去找病毒的源头吗 怎么什么人都能来 下次我见到手掌的话 我要问问手掌 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女人 就可以仗着自己的关系在飞机上 让这个滚蛋 让那个滚蛋 我看该滚蛋的是你吧 整个团队里只有你最没用 让这些专家们滚了 病毒怎么办 指望你吗 不要以为老子不知道你是来镀金的 我要向手掌投诉 派你来的那个人 这是在视国家安全为伍 这厨师长的一番话 彻底的让白林霜傻逼了 他这才想起来 这是国家最高规格的专辑 平时只有大人物 和一些高层才有机会做 就算是里面的一个小服务员 平时跟首长接触的机会也是大大的 所以他舅舅的身份在这里 还真的不够看 他手里拿着电话 拨也不是 不拨也不是 这个时候 呆在一旁的楚新闻走了过来 他小声道 楚小姐 这是在飞机上 不允许开机打电话的 不然可能会造成事故 有些人 也没必要跟他一般见识 楚新闻的话 毫无疑问 是一个很好的台阶 白林霜看了楚新闻也 这才发现这货 其实长得也挺帅的 既然有人给他台阶下 他刚好解破下驴 他咬牙切齿地看了叶好轩一眼道 算你这次运气好 你给老娘等着 回到京城以后 我让你好看 说着 白林霜转身离开 临走的时候 还向楚新闻 投以 颇有深意的一眼 楚新闻也是老手吧 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白林霜 眼神里的意思 他心下大喜 连忙跟了上去 一方面 这个女人长得 确实漂亮 用来发泄一下也不错 再者 这女人背后可是靠着玉闻光 这棵大树 以后自己平步青云 就指日可待了 这女人总算是走了 叶好轩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笑眯眯地坐到了唐冰的跟前 唐冰只是一个劲地 用手中的刀叉死命地 切着餐盘里的那块牛排 把那块牛排给切得七零八落的 好想他跟那块牛排有仇似的 你这是在吃牛排 还是在切着纹啊 叶好轩苦笑道 唐冰白了他一眼 然后慢条斯理地用叉子 插起了一块牛排 送入口中淡淡地说道 如果你真的敢跟那种女人 有什么交集的话 我保证 这块牛排就是你的下场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我是那种只用下半身思考的人吗 叶好轩一本正经地说 是 不然的话 你告诉我为什么要惹 这么多的风流寨 唐冰同样是一本正经地说 这句话说到了叶好轩的痛处 他有些尴尬地摸摸鼻子 闪闪笑道 以前 我太年轻了 唐冰脸色不善地盯了他一眼 然后翘脸一沉道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年轻不懂事 让我们给骗了 不是的 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叶好轩尴尬地笑了笑 唐冰白了他一眼 这个混蛋 真让人恨得牙痒痒呢 但是偏偏自己又很喜欢他 真让人无奈啊 他不再理会叶好轩 这才正儿八经地吃起饭了 刚才那个女人 给自己心里添了不少的毒 不过还好 这个混蛋不是那种 积不择食的人 就在这个时候 一缕香风飘了过来 却是那名生物学家江莉莉 她一身白色的职业套装 显得十分的干练 尤其是三十岁的年纪啊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迷人的风韵 再加上她保养的不错的身材 以及那标准的三维 绝对是老少通杀的那种少妇 叶医生 你好 江莉莉微笑道 江教授好 叶好轩站起来点点头 别叫受叫受地叫了 这样显得生分了 我们大家现在都是同一个小组的人 以后要多多关照 叫我江姐吧 江莉莉瑟瑟地笑了笑 那好 江姐 叶好轩点点头 这女人一定有事找自己 否则的话 不会无缘无故地前来找自己套进 这是你的女朋友吧 真漂亮 江莉莉 朝唐冰微微地一笑 江姐你好 我是唐冰 唐冰淡淡一笑 站起来和江莉莉握了一下手 坐吧 几个人坐在一起 唐冰已经吃完了 一边一名服务员走过来 把他的餐盘收走 小叶 我这么叫你 你不介意吧 我的大会长 江莉莉微微地笑道 什么会长啊 只是夜内的人太爱罢了 其实我要走的路还有很长 很多经验 还需要跟那些前辈们学 叶好轩笑道 谦虚了 小叶你的医术 一定有过人之处 不然的话 这一次危机 赵部长也不会极力地推荐你了 江莉莉笑道 粗略地懂一点医术罢了 叶好轩胆胆地笑道 你呢也叫粗略地懂一点医术 瑞典国公主的事情 我想不是空学来风吧 小叶 谦虚点可以 可是千万不要过头了 江莉莉笑道 叶好轩笑了笑 没有说什么 他在等着江莉莉 接下来的话 和谦虚点接下来的话 我以为我不准介绍了 没有说什么 感谢观看